是不是圓融 不管跟認識的 不認識的 我們都是要這樣子做 好 圓融 那下面是職對不對 職 對 我們知道職嘛 就是正職 正確 我們要做正確的事情 對的事情 就剛剛講的 那就是智慧跟福德 對不對 那我們能夠做到正確跟正確的事情 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概念 我們的心要有正確的概念 才可以做得到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接著講上面 好 先看他整個外型 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說 以前沒有紙 對不對 都用竹片 竹筋寫字 那還有一種說法 他好像可以折 可以捲 是不是像皇帝的聖子道 可以在絲綢 軟巾之類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這邊的歌樓 可能要仔細看一下 中間空白的地方 中間有一個隱約還有一個人物在 模模糊糊 看得到嗎 戴一頂黑帽子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嗎 有嗎 可以嗎 我們剛剛講過 古人讀書很通達 他為什麼很通達 因為他很清學 喜愛讀書 讀書可以幫助我們很多方向 譬如說正常我們的學識見解 還有一種書很重要 就是幫助我們心靈的穩定 我們的心有剛剛講的 正直 一定要有一個 一定有學習到正確的概念 我們的情緒就穩定 我們碰到任何事 就不會衝動 不會暴怒 跟人家爭執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情緒書畫 樣樣精通 那這個造型這樣打開 這樣打開對不對 它有一個詞叫做什麼 開卷有益 只要我們願意讀書 我們來吸收裡面的一個內涵 我們就會得到幫助 開卷有益 那這邊的馬就是祝福大家 萬事如意 馬到成功 什麼都很圓滿 對不對 好 初中呢 我們知道 中馬就像還有幾個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說 像我們 比如說我們 像我們住在台灣 愛護台灣 忠於台灣 是不是意思一樣 再來一個中 就是指家庭 家庭 我們成立了一個家庭以後 夫妻要彼此盡忠 然後對家庭盡忠 再來呢 對小孩子要盡忠 你的責任嘛 是不是 我們社會就少一點紛亂 是不是 就大家可以安居樂業 很安全的這樣過日子 這是中 那再來一個中 我們社會上有講一句話 心量有多大 福報就有多大 有沒有聽過這句 有 長輩也是常常講 對 我們就把心量擴大 好 剛剛講的都是自己 那我們現在就 像你們今天走到外面 那我的心情怎麼樣 很歡喜 我看到什麼都歡喜 噴到不好的事情 我走路 一屁股煙啊 也沒關係 被負傑就好了 沒關係 就是讓自己心裡很歡喜 很歡喜 對人家就很和善 是不是 坐在車上 旁邊不認識 我是善良的心看待他 這個就是也是一個忠 忠於自己 要善良的心 好 忠跟什麼在一起 忠訴 訴 歡訴 我們都知道 這樣的社會 不太容易歡訴人家 不小心看到一言也不行 噴到的話 可能還會哀點 對不對 我時常跟遊客分享一個新聞報告的 可能大家在現在也